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生法王吴圣燕传授大幻化王金刚的宝贵法语开示 敬礼 传承主持 敬礼 敬西空 天化祭 了明和山 敬礼 三家正空上师 敬礼 十六四大八八王 卡玛巴 敬礼 图灯大吉上师 敬礼 弹城三邦 敬礼 今天化会的祖孙 敬礼 宣 至今大方法王金刚 尊贵大方法王金刚 无上大方法王金刚 感谢三次降临 师母 徒登师弟 仁佛欠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各位同盟 还有网路上的同盟 以及所有的贵宾 那大家午安 大家好 那今天我们是 是做大方法王金刚的这个晚会 没想到这个 今天节的手印通通不同 是一样的手印 不过真的是 马哈 马哈就是大 很大的一种力量 我这一生 七十一岁 七十一岁 活到七十一 第一次感应到大方法王金刚 进到谈成 进到谈成 进到谈成里面 文武百尊 进到谈成里面 然后 在我的身上 三次的进来 三次的出去 最大的力量 最大 最大的力量 那么我相信呢 那么我相信呢 今天以会的大众 都能受到大法王金刚的加持 今天来这里的所有的信众 你们的身上的病苦 病苦 你们身上的病业 病苦 在一刹那之间 他把你清除掉 我本人有这个感应 我本人有这个感应 本来我这次不太愿意讲 不太愿意讲出来 我们昨天做这个 阿达尔玛佛的法会 今天做大方法王金刚的法会 有一个 也是等于一个很大的团体 他们修了很凶恶的法 修了很凶恶的法 修了很凶恶的法 要破除这个法会 要破除这个法会 要对这个法会有所伤害 我本来不愿意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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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不愿意 一切都OK 没事了 我是经常这样子转化的 有所伤害 一切都化解 一切都化解掉 以前我在美国西亚特 开了一部车 最后的号码是 五四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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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结音呢 就变成 我死了 我 我 五 十 六 五四六 就我死了 结果坐了那一部车子以后 没有死 所以我现在知道 我死了 就是没事了 没事了 五四六 就是没事了 没事了 所以今天呢 我把大家的所有的困难 我自己本身的困难 全部在大方化往金刚之下 全部给它化解开来 昨天我们传授原始佛 原始佛的法 原始佛 也就是本初佛 阿达尔玛佛 普贤王如来的法 天空上出现了佛的眼睛 佛眼 佛的眼睛 佛的眼睛 显现在虚空之中 希望大家 都能够看到这个佛的眼睛 在虚空之中 或在中国中 官网上面 官网上面 有这个佛的眼睛 会让大家看到 那么今天你们如果像 西空中摄影 一样会有大方化往金刚本身的选现 有人说高王观世音真经是未经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念高王金有大相应 各位观众 请您把握联身法王在台湾弘法时期 台湾雷藏寺将恭请联身法王卢盛宴 主持高王观世音附魔大法会 能面听苦毒害 脆脆感应 高王观世音附魔大法会 详情请殿 零四九二三一二九九二 连生活佛从二十六岁开始 就一直都有古离古怪的奇事奇闻 到今天年过七十 仍然继续上演古离古怪事 到底是什么 如圣燕文集兵二四五四 古离古怪集就在彻月 详情 告诉大家 今天大胖法朗金刚出现的时候 非常的威猛 也就是我这一生佛啦七十一岁 第一次感受那么大的法瘤这样子 强力地灌下来 在我身上啊三进三出 相信大家都可以接受到 这一次 很大的法大ню 大胖 特距离 在2015年的春天 我有两场最大的花会 一场是在台湾内藏寺 本初佛阿达尔玛佛的花会 一场是在中正纪念堂 也就是自由广场 大幻幻金刚的花会 这个两尊佛 很少在媒体资讯中找得到 找到的只是小部分而已 也少有人传授这样子的话 所以今天呢 寡言殊胜 得到化妄金刚的灌点 七世可以成佛 而且呢 永孤三恶道 在唐朝圣行的高王观世音经里面 其第一尊佛的名字是 尽光必密佛 众人不知是谁 我说 这就是本初佛 阿达尔玛佛 其其化身 大幻化妄金刚 我将来在书上会画出大幅化妄金刚的一个标志 上面一个圈圈一个点啊 就是本初佛 是一切佛的标志 下面的三个窗 像窗一样的标志 四窗的窗 这样子的标志是象征大幻化碗 是一切的演化 大幻化碗也就是本初佛所发现出来的 其形象是具有二十一个面孔 四十二个手背 八个足 佛母呢 有九面 十个背 四个足 其所中各持着明镜 境内有四十二个极尽尊 跟四十二个极尽尊包含了 五步如来 五佛母 八大菩萨 八大佛母 四明王 四个愤怒 六个师家能人 再加上本初佛 及大自在佛母 一共四十二个尊 这四十二尊 就叫做极尽尊 另有愤怒尊 五十八尊 加起来是极尽愤怒 百尊 又称为文武百尊 那么 刚刚一样的下降在 大方八王金刚的檀城 他的手印 就代表着穿日的手印 穿 是穿的穿 不过这个穿 是分开来的 但是手印是结起来的 手印是结起来的手印 我比一下手印给大家看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那我告诉大家 他有那大方八王金刚的形象 还有他的咒语 Om Beza Zoda Mahase Shiri Haruka Hoem Pei 他说加一个哈字 加一个哈字 加一个哈字 在Mah Mahase Shiri Haruka Hoem Pei 其实大方八王金刚的本意是什么 有两个字 从最初的 变化成为最多的 现在呢 要从最多的 回到 原点 回到原点 这个是很 很特殊的 很特殊 为什么是这样子 他本身的本意 所有的人修行 都是从最多的 回到原点 我们今天说 不管你是 好像是佛教的修行 道家的修行 密教的修行 就是从最多的 回到的一 那么一 一又回到回到了灵 灵又回到了佛 跟道合音 我现在所看到的就是人间 那么人间 现在所看到的整个自由广场 中正纪念仪馆 的广场 全部满满都是人 都是人 只要如师生 做传的话 全部都是做无稀释的 人间 人间是什么 人间就是 大幻 一切的现象 就是幻 今天 今天也很特别 本来这个中正纪念馆 不知道在修这个牌楼 在修理这个整个的牌楼 等到我们在做这个宝费的开始建立 禅城的时候 他才做出这些牌楼出来 这个网 这个旁边的这些网都出来 所以象征着 相运了 出现了所有的网 大幻 画王 盘本 就是修肥 就是能得到三生的成就 大幻 法王金刚的 最主要的 最机密的 就是 我们人 修回到 本初佛 阿达尔玛佛 修回到大幻 法王金刚 中国道家有一句话讲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化万物 这是道 从道那里出来 现在我们要回到道里面去 就是要 从很多的 回到的最极尽的 远点 也就是变成道 你修行 就是把你自己跟道合一 你自己变成道 如何的修行 其实它的重点 其实它的重点就在这里 我讲出这个法最重要的口诀 因为有了大幻幻王金刚的形象 然后呢 然后呢 有它的咒语 再有它的索印 这三个合一 这三个合一就成为一个念诵法 将来可以做出这个念诵法的这个仪轨 让大家能够修 我本人知道这世间是大幻 幻象是化妄 因此物佛性 明心的大道理 明心见性的大道理 就是在这里面 在这世间上 世上是无所得 心经里面讲的最重要一句话 无所得 为什么无所得呢 你能够得到什么 根本得不到 所以称为无所得 无所住 你住的地方 也是无所住 不过让你暂时住 最终的是无所住 无所谓 所发生的 所有一切的事情 最终都会过去 所以是无所谓 最后还来一个无声 无声 今天我讲 这个卢生宴 现在坐在这里 这个坐在椅子上的 就代表着卢生宴吗 不是 我讲过了 过去我有出生的照片 我小鞋的照片 初中的照片 我到大学毕业 我到大学毕业 带这个协式帽的 那个照片 还有我年轻 潇洒的时候的照片 跟现在坐在这里的卢生宴 是同一个人 是同一个人没有错 也不同一个人 因为以前的卢生宴 全部都是过去的 现在的卢生宴坐这里 未来的卢生宴 也会无声 不存在的 你由这样子开始 悟进去 便知道什么叫做空性 这个才叫做开悟 这种事万万人不知道 只有一两个人知道 我现在讲最重要的口诀 上面不露出气 下面不露出经 言神要能固守在上丹田 只要你的言神能够复守 不外持 其利益甚大 这个气自然就会上升 包括你的明点 自然就会上升 重点的口诀 是水跟火 互相凝结 就是明点法 最最重要的口诀是 心无一物便是虚 云念不生便是静 此时天开 神气出现 真守到摩尼珠又红又圆 千佛万佛由此而生 身不动 就是守戒 心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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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气宜 跟明点凝固 意念不动 就是神宜 这样子 精气神 三则合一 密教修行的次第四 你先锯气 把气先能够锯起来 把气进入中外 用气来吹动灼火 以灼火的上升 以菩提心业意的水 树代表我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